恒指连续两个交易日挑战250天线失败 同时亦受制于反弹0.6100倍约26100点水平 资金似乎转为流入内需概念股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 6月份中国品牌承用车按月增长3.4% 内地汽车销售数据有好转迹象 在数据支持下,内地汽车板块有炒作空间 当中,巨刀片电池及分拆半导体业务的比亚迪0.1211单日升于16% 创历史新高,吉利00175则尝试冲破19.14元阻力 01内需概念为食品及饮品板块 当中,我们教看好啤酒市场 在保护全池族及天气教热推动需求 加上非糖饮快速增长 带动4月及5月份啤酒产量增长回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5月内地规模以上啤酒企业产量按年增长14.6% 增幅高于4月的增加7.5% 在消费气氛好转下 预料下季啤酒需求依然暢旺 内地龙头企业可望最能受惠 华人啤酒00291于内地啤酒行业勇市场领导地位 并且积极拓展高端市场 料有助提升毛利率 周一提及今年全球银行业或因受疫情影响 而导致贷款损失当年升于一倍 至于内银方面 中国银保监会亦表示 内地银行的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增加 正式差收窄及损失增加对内银业绩表现将有较大影响 进而影响银行股派息能力 拖累其股价表现 虽然内银现价股值吸引 但在盈利前景拖累下 内银只适合作区间交易 策略上 继续看好科技股 以科技股投资为主线的策略仍值得贯设 港股市场中如腾讯控股00700 阿里巴巴09988及美团点评03690等互联网公司仍有增长空间 但技术上已处于超买水平 投资者或需等待合适的入场机会 由于本地上市科技龙头上升动力有减弱跡象 纳指则接连破顶反映资金依然追逐环球科技龙头 科技基金在投资科网龙头股份的同时 也避免投资过度集中于个别股份的风险 大家有资金